本局自10月20號開始實施所謂的安全專案 本大隊在也就是當天2、30、50分的時候 在萬華的這個要道來實施盤查勤務 其中發現一個紅男行經本路節點的時候 車內散發濃濃的酒氣 於是警方以酒精檢測器來加以檢測 發現有濃厚的酒精反應 但是紅男時空否認有飲酒勤勢 於是警方法定程序來對該男實施酒測 經酒測之後酒測直徑高達每公升1.09毫克 嚴重超標啊 好重的酒味喔 那是誰有喝酒是不是 喝酒 來你口罩稍微拉一下 沒有喝嗎我給你做個檢測喔 來嘗嘗一口氣 好大力吹氣 對啊 你有沒有喝 你沒喝喔 我坐個正式 我하시는她喝喔 真的嗎 你車上的酒味超重的 來大力再吹一次 有啊 你有喝對不對 他跑得有點久弦 我 vielleicht一點多 1.09耶 你喝高粱啦 那你喝不少啊 因為你有車子是1.09 那已經達空洞危險標準 那我現在會以空洞危險隊的現行辦來不定